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日本食品进口解禁议题悬而未决,目前仅中国与台湾全面禁制辅导地区食品,日媒传出中国眼里松绑。 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表示,政府政策具有延续性,原则为确保国人健康与符合国际标准,若政府管制制度能获得国人信心,开放就是可能的方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名,九日将在东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内容据悉将包括中国拟放宽辅导和在后禁止日本部分地区食品进口的措施,中日也考虑就此成立协商机构,研绎松绑细节,目前全世界仅中国与台湾全面禁制辅导地区食品。 我驻日代表谢长廷今年1月曾直言,若哪一天中国突然开放福岛食品,全世界胜台湾是唯一未开放国家,这会很尴尬。 对此,吴钊写今天在一场媒体查序中表示,政府对于食品解禁政策的立场具备很强的持续性,包括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要确保国人健康,必须建立其他国家食品输入时的检视,管制体制。 若这套检视体制能获得国人信心的话,开放就是有可能的。 二则为检视台湾法规又无符合国际规范,定在科学原则之下检视日本食品解禁问题。 至于日食解禁议题悬而未决,会否影响胎日关系? 吴钊写强调,日中关系改善时,可能会使很多国人联想台日关系会不会慢下来或者受到影响,但根据日本有人讯息,日中关系改善绝对不会影响日本和台湾关系,所有日本和台湾关系的成果都会持续下来。 吴钊写也补充,日本之外,即使印度或澳洲等与中国关系改善,也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实质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